哈喽,大家好,现在是午餐时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Gunding Malaysia Gunding Malaysia是我商店论股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想想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 Button 请我喝杯咖啡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看下这个Wallempofa 右边这堆就是Wallempofa 或者是我叫他叫做筹码风 可以看到股价处于筹码风的上面 这些朋友呢全部都是在赚钱的,都是很爽 黑色线是200天均线 股价已经是涨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意思是说现在呃长期趋势而已呢 它是处于长期的上升趋势 呀,所以涨上去200天均线是一个很好的讯号 这边有个指示的线 很多的,呀 这个其实就是叫做筹码主力线 这个主力,呀就是看那些筹码的这些 呃位置跟它的走势 这个指示线是看20天的,也就是看过去20天 它是怎么样的走势 是在高贵的还是低位呢 还是在盘整 可以看到这个指示线呢 股价现在已经是涨上去这个指示线了 其实也是应该的,因为它已经上下这个筹码风 呀,嗯 顶上呢,有少少的这个套劳盘 然后你看到这一边这个指示线 有一堆这边,呀 而我这条线呢 是根据这个筹码主力线的指线来画出来的 这样呢,这边呢,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呃,Resistant,一个主力线 它的support支撑线就是这个 呃,2.99也其实也是3块钱 Resistant 大概是3.08 非常接近啊,很难去操作的其实 这个时候如果要进场的话呢 我会建议等它突破这个阻力线 也就是大概是3.10 当上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马路讯号 它就有机会去挑战这个3.20的这个 啊,52周星高 因为等它站上去这个3.10 底下这边全部都是它的这个支撑盘 都是会把它推上去的啊 所以它要继续再突破这个3.20的这个 啊,52周星高呢 机会是蛮多的 因为是蛮高 这个是我的看法 现在还没有突破3.10 但是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如果你已经是持股的 如果你已经是持股的 如果你已经是有马路的 这个时候也同样的 也是什么东西不要做 你唯一的卖出的这个讯号呢 就是这个咯 200天均线 也就是2块9 被破2块9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把它卖出去 你可以看一下 之前被破2块9的都是 有一个小小的跌幅的啊 是非常难搞的 但是如果你是不介意 你是长期周知者的话 你就看这个咯 这条 2块2块8 其实2块9跟2块8呢 是相差不远的 所以有些人在2块9的时候就卖出去 你也是可以选择在2 跌破2块8的时候再不出去 因为跌破这个筹码风啊 底部是没有什么筹码 就是我没有支撑 这个算是一个卖出信号来的 2.80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 他的这个 啊quartery report 就看他会不会赚更多钱 就看他有没有给这个股息 呀 如果他的quartery report 是一些好消息的话呢 很大机会呢 他就会突破这个全稿 也就是这个3.20 突破上去 又很蛮大机会的 呀 这个功课就看自己做吧 看下 过去 几个月 呀 有这么多假期 很多人冲上去云顶 度假 还有这个 开放了那个文夫 新加坡的 游客也可以上来了 好 这样多多早早上我觉得应该都是 他的业绩应该都是比 上个quartery好的 啊 猜吧 但是他会不会 还会不会给你股息啊 这个不知道 这个就要看管理层 但是 基本上大家都已经一起 比他的这个quartery report 会更 会更加好 所以股价可能也是已经是 反应了的 呀 所以要小心 除非他真是太好消息 又有股息 又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 要小心消耍new 哎呀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OK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或者是说你留言 你给我知道一下 你想知道 你想我分析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